我想中秋連假 这个由一个我们中立地区的出租公寓的火灾事件 那我下午也到现场跟里长一起去看现场的状况 那虽然说火势不是整个蔓延到非常多户 但是光内动的状况有几个问题 就是一个是逃生的这个动线 基本上整个旧市的公寓完全没有考虑到现场人员可以怎么样逃生 所以就酿成了二死 那一个现在还在加户病房的惨剧 那我认为里长给我们的建议很清楚 就是这样的一个出租式的住宅 很多都是弱势 然后我们原住民朋友啊移工等等 所以更需要市府全面来检视这样的一个出租公寓 房东要如何做到安全上面的这个设置 包括住景器也没有 然后动线后面的逃生的门还有一个门做的一个区隔 根本就是没有办法逃出来 然后顶楼也是加盖的这个整个封闭式的状况 所以这个状况我觉得是很痛心 所以我希望我未来有关这个不管是社会住宅是新建的或者是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安全是唯一最重要的考虑 那如果是包租代管也好 整个的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指标要设定出来 然后要在网路上或者是平台上 让大家知道这个是安全住宅 安全的标章 才能够做出租性的包租代管 不然像现在真的很看到都是独居的老人啊 或者是这个打工的青年啊 圆明朋友 这样的一个惨剧真的是让人家很难过